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下三农的问题 聊一下三农问题 我们就聊点这个农村的土地 对于这个农村土地怎么办 其实农村的问题比你想的复杂 对于农村在现代化的发展当中 它的变化也很多 就是这个农村应该是这么讲 农村的土地也是天价和鬼村同在 在有些村挨着城市 它甚至变成城中村 它甚至农村村里都变成房地产 农村的土地非常值钱 但是有些村大量的村就已经成为鬼村了 而且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房子的状态 就是你如果没人住 这房子放上个三五年就完蛋了 但是你一直有人住着 这个房子没有问题 是这样的状态 一旦成了鬼村会怎么办 因为实际上对于农村的变化 你看有关三农专家 就说了好多嘛 这个农村的消亡干什么的 他非常有意见 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嘛 三农专家说了一些话 各地严格限制农民自己建防 禁止养殖 不许他搞传统的多元经济 核吞并居并不仅仅只是要老百姓那个宅基地 而是要那个指标 各家逆财 他说我们现在平均每天消灭一个自然村 这种对文化的大触摸破坏 和我们现在强调的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复兴 完全是对着干 核心是什么 无外乎就是资本不管你的负财 资本把债务甩给政府 那政府就得不断的为了维持这个债务 去大量的搞什么核吞并居 给你指标收过来以后 到那个指标市场上一卖 为什么这些事情 大量发生在比如江苏苏北 因为他没产 那就是他这的土地价格就相对便宜 只有你推进工业化了 才水涨船高把地价拉起来吗 那农业地区相对来讲地价比较低 与从在农业地区去推进河村定居 也因此各地严格限制农民自己建防 从三农专家说这话里头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当时说过很多了 这里头是有很大利益的 实际上这个农村的迁徙自由是最难的 你还别说城市的户口难落 北京户口难落 你这要落某些农村的话 看一下有关法治记者的调查的一些报道 据啊北京日报里头的一些报道 就是说嫁出春后 征地拆签补偿就没份了 法治日报的记者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村父母因婚姻关系户籍等发生变动 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征地补偿 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 争议越发复杂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也发表了 维护农村妇女涉及土地合法权益的一些典型案例 聚焦集体经济组织当中 外嫁女涉土地合法权益的保护 以高质量的法律监督推动解决妇女 疾难仇叛的问题 你从这样的报道你就可以看什么 现在农村的这些村里头复杂很多 你说和村并居 为什么和村并居 你这个鬼村你干嘛不让他和 但是你呢和到一个好的村里去 那矛盾就大了去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想调整啊 非常困难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村还是很小的 下边怎么办 要是这个村里头我们也说了 每个村都有他们说的香咸嘛 而且好多时候呢 这村已经变成鬼村了以后 他那个香咸呢 他就可以占有各种补贴 妙是妙在这儿 所以为什么你看啊 有些时候我说了嘛 有时候纳税的作用是什么 纳税的作用是确定人头 你按照税给补贴 你可以支持农民的时候 你的补贴是比税多的 但是你要说没有这个税的时候 只有补贴的时候 那好吧 人家就很容易作假 知道吧 你这个税怎么来的 什么呢 这是什么概念 本来是收支两条线 你没有了另外一条线的时候 这边作假就很容易 你别看呢 那村已经是鬼村了 但是呢 你在账本上 国家给的补贴可一点不少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大家反对这个核村并居 你一核村的时候 是不是鬼村就出来了嘛 那个乡贤利益就没法保障了 你让人家天天讲 这个村都没了 影响农村利益 我一直在讲什么 乡贤这个集团啊 有重大的利益的 知道吧 其实真正的很多时候 这个专家和那个县域和乡贤 它有很大的关系 你这个真正病村了以后 在基层啊 好多时候想得利的事就没有了 对于这个核村并居的话 我是知道是什么 有些人是举双手赞成的 有些人的就是意见非常大的 它这个村和村之间呢 涉及到重要的调整 你就看嘛 现在一个婚丧嫁娶这个里头 村和市村之间 有一个人的调整的时候 都很难动 你更别说和村怎么样了 所以你知道下边的改革啊 非常艰巨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对于已经成为鬼村了 真要想的是什么 该怎么办 而且它事实已经发生了 因为我们也看到呢 这一次二十大之后的报告嘛 说这个城镇人口实践到了 65%以上了 也就是说三分之二都是城镇了 剩下的呢 还好多是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 而且随着发展呢 留守儿童上大学了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招生 已经是超过出生人口 对吧 留守儿童大量上大学了 留守老人呢 自然而然的逝去了 那下边的农村的人口 可能会还进一步减少 你想维持那么多村 肯定是维持不了 在这时候你说要说不合村 你什么人去 去有什么样的产业 能支持它能做什么 这样仔细想一想 你真的这些村合村了以后 那你真把三农问题解决了 很多三农学乏 三农利益集团 他就没饭吃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的 你真把这问题解决了 他们这些人的饭碗放哪去 对吧 这些县域 躺平集团的饭碗放哪去 我一直说了很多 农业县呢 干什么的 他就是县城还有些人 农村的人都走了 县城这些人 他的财政收入枯竭 下边怎么办 所以现在呢 基层的撤并 可能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 可能是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对 而另外一些地方 他因为这些道路啊 交通啊 节点啊 资源的集中啊 靠近城市啊 他又变得特别的繁华 对吧 你像这个城中村 非常的繁华 那些村里该怎么样 对吧 他又变了呢 有巨大的利益 这利益又如何 其实好多人说 想要确权 为什么他想确权呢 三中村家一讲就讲确权 为什么想确权 因为这里头 他的一些利益 他并不是说 他村本身带来的 实际上是有什么 大量的国家投资 就是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 带来的利益转化 也就是说道路 从他这儿过啊 路谁修的呢 国家修的 知道吧 他这里头有大量的 那种利益的转移支付 他就想确权 确到哪呢 哪个村 哪个村站 而这说是哪个村站呢 背后还有什么呢 有下乡圈地集团 对吧 我们说了下乡好多 缺了地 好多这些村的地方呢 前面说了 这个民宿也好 下乡放贷也好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已经抵押到 这些放款人里头了 而且这些村 好多时候呢 这村里头还欠了好多债 你只要把这事 一确权 那事放开 那好多人就套现了 资本就套现了 所以这个事啊 非常的复杂 我们还是需要多角度的 去看到其中的复杂性 而不是说呢 简单的喊口号 听某些人喊口号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